第168章 皇子和朝城结交本就是十分忌讳的事情,他们二人既然私下达成了一致,只以书信联系,有时候还是不方便的,见面的次数必然会多起来,在哪碰面就成了个问题,毕竟哪怕是自己名下的茶房酒楼,见得多了,也难免露出痕迹来。 所以罗天成就提出一个法子,在这著名的巷子买下一所宅子,二人每次相见便换了同样的装束,当然刚刚奋茶的女子就是掩人耳目的外事了,这样哪怕某一次被外人撞见,就算真实身份曝光,养个外事,那只是风流运势而已,自是安全多了。 我说静明,该不会是你养过外事,才这么清车熟路吧? 六皇子端着茶盏,笑眯眯地问了一句,罗天成抽了抽嘴角,挤出一句话来。 六皇子就会说笑,正没吃过猪肉,还没见过猪跑。 你见过哪头猪跑过? 六皇子身子前倾,眼神细血,罗天成抬了抬眼皮,道。 不巧,外叔曾经按周外事的宅子,以此处就隔了两条街。 六皇子大笑起来,当初罗二老爷的位置本来都要往上升一升了,因为带外事去上乡,结果撞见了自己的夫人。 夫妻二人当街就打了起来的事情,可是成了满城都议论的笑话。 罗二老爷官职不升,反降了,更是被同僚暗笑了许久。 六皇子听出笑,说道, 说起来,我记得你岳父也是在外面安置了青楼妻子,连官位都丢了。 罗天成哼哼地扫他一眼,正是够了。 六皇子见状不再说笑,喝了一口茶道。 锦鸣今日找我是什么事? 罗天成这才恢复了政策。 按理说,这是我岳家的私事,只是后来查到一些东西,因为和殿下有关,称想着还是和殿下说一声。 岳家的私事,难道是府上表姑娘的事? 要说起来,监安伯父也算是流年不利,这两年总是闹出一些满城皆知的笑话来。 这一次温雅齐元宵节私会男子,还让男子拿着信物找上门来,然后又寻了短见的事,已经是人尽皆知了。 这几日又流传一种说法,那就是那位寻死的表姑娘,就是剑府上的三姑娘成了六皇子的宠妻,这才有样学样的。 当初真尽不明不白的抬进六皇子府,再怎么遮掩,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家都是瞒不住的。 不过这个说法只是私底下议论,因为涉及到一位皇子,却也不敢放到明面上来说。 监安伯父的名声受了不小的打击,真兵那刚有苗头的亲事又黄了不说,恐怕这两年内也没有出挑人家想娶伯父姑娘过门了。 六皇子对那些私下的传言心知肚明,他并不以为意,可以说正有了身孕的真静会伯父小众, 未尝没有想要自污的意思。 他的未婚妻是皇后的敌亲侄女,切实是监安伯父的姑娘,这本也不算什么。 可偏偏伯父的另一位姑娘嫁的是如今炙手可热的郑国公世子,还是永王的义女。 无论真妙和真静实际关系如何,在外人眼里,他和罗世子的关系,无疑就比其他皇子近了一层。 在太子失宠,二皇子成了废人的时候,他有了这两层关系,在旁人眼里,就不是那一个无依无靠的皇子。 他是知道真静对真妙还有对伯父的成见的,女人他见得多了,有时候一个表情便明白他们真实想法。 送他回去就是清楚以真静的性格定会闹出什么姐妹不合的事来。 到时候,在推波助澜,上世人晓得真是姐妹水火不容,那他和郑国公世子的这层干系就不存在了。 当然,他没有想到真静的战斗力出乎意料,居然搅出这么大的事来,伤他,不得不更稀罕他了。 罗天成见六皇子很小倾听,心中一叹,六皇子的想法他怎么会不明白,或者说,恐怕只有他才明白。 舍得了名声拉得下脸面,心思九曲玲珑,也难怪笑到最后了。 不顺表姑娘寻死,说起来还是我的故事了。 六皇子轻叹一声,他虽然这么说,却绝口不提惩戒真静的事了,罗天成当然明白六皇子的心思。 若是六皇子对真静真的有情,又怎么会让他回伯父小住? 一个没有正气名分的女子,过度的宠爱,那就是催命夫。 同位男人六皇子不会不懂这个道理,如果是他,罗天成这么一想就失笑了,他又怎么可能委屈嚼嚼做歉呢? 这是没有如果的事。 罗天成轻轻地抿了一口茶,把茶杯放下。 殿下,臣倒是查出了一件事情。 伯父那位表姑娘不是自尽,而是被人杀害的。 这一次六皇子总算是收起懒洋洋的神色,变得认真起来。 虽然说眼下形势是他乐见其成的,可原本以为是自杀的人变成了被害。 事情出了这么大偏差,那就由不得他不重视了。 锦明是怎么查到的? 六皇子不动声色地问。 这事儿,其实还是表姑娘的包兄发觉的。 罗天成知道,一个上位者发现下属拥有他都不曾掌握的力量,心中并是忌惮的。 这无关信任,只是人之常情。 他便从温莫言、夜滩、包秘尸首说起,说到他留下的人手一路追踪到一处府邸。 那府邸是莫恩侯府。 罗天成轻轻吐出四个字,六皇子握着茶盏的手紧了紧,挑眉道。 赵飞翠。 他失笑。 哼哼,原来此时竟和我那未婚妻有关。 两年前,赵飞翠的父亲死于勇王别庄,慕恩侯府因为守孝就不再活跃于各种茶会宴席上,倒是渐渐地有一点走出人们的视线的意思了。 可对自己的岳家,六皇子是不曾掉以轻心的。 他早安插了人过去,也知道送真静回娘家养胎一事被赵飞翠知道。 他大发雷霆,当即砸烂了满屋子的摆设。 对此,他只是一笑而过,却没想到慕恩侯府的人居然有这个胆子,想借着此事让他厌弃了真静。 要知道,因为真静的言语挑拨,伯父的表姑娘伪生于一个开棺材铺的,和人死了,那绝对是不一样的。 在世人看来,于情于理,他都不该再宠爱那撩拨出人命的妾室了。 六皇子冷笑,他这位未婚妻,果然比他想象的还要蠢。 他想要自污是一回事,可不考虑他的处境只为了打压宠妾,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 不,也或许是慕恩侯府受了谁的骨货。 心思深沉的人,遇到事情总爱往深处想,六皇子也不例外,他又沉思起这种可能来了。 多天成倾咳了一声,以他们的身份是不可能长时间见面的。 他之所以把查到的事儿告诉六皇子,不过是因为这事儿牵扯上六皇子的跃甲,他不便再深查下去了。 剩下的事情交给六皇子无疑是更合适的。 六皇子回了神。 多谢锦明了,此事我知道了。 罗天成洗了身,保全。 大臣便先回去了。 六皇子心中起伏不定,面上却依然喊笑。 我也要走了。 他们二人同样装扮,就是想被人当作同一个人,当然不能同时离去。 罗天成一手抵辰,咳嗽一声,甘笑道。 两臣没紧,如花美眷。 殿下,还是留下再喝一盏茶吧。 六皇子挑眉笑道。 锦明说得不错,两臣没紧,如花美眷。 锦明也可以留下来喝一杯茶。 不了。 臣还想去江安伯府看看。 一起啊。 六皇子兴致勃勃,罗天成冷眼看着他,六皇子呛呛坐下。 罗天成转身欲走,忽然又想起什么,斟酌了一下道。 殿下,臣还有个不勤之情。 说吧。 六皇子没好气的道。 罗天成亲了亲嗓子道。 将来万一,这样的外事被人撞破啊,请六皇子务必把此事担下来。 六皇子先是愣了愣,随后咬着牙,把那喝空了的茶盏甩了过去,边笑边骂道。 呵呵,凭什么是我? 二人私下往来已久,虽然有戒备,可论性情却是相投的。 六皇子欣赏罗天成的才能,罗天成死过一遭,对君臣概念早就不像正常人那般。 相处时无形中就随意许多,而这种随意也让六皇子觉得轻松。 事宜不谈论正事时,这样的说效并不为过。 他手一伸,稳稳接住飞来的青花慈悲,笑道。 臣是有媳妇的,殿下总得体谅一下。 六皇子吃笑一声。 显摆你有媳妇啊,媳妇谁都会有的。 罗天成默了默,这才道。 最关键的,还是一旦事情被撞破,还是殿下您的可信度高一。 六皇子被噎得半天吐不出一句话来。 快滚去找你媳妇吧。 罗天成笑着离去,手一甩,那青花慈悲飞回,稳稳落在了六皇子身侧的雕喊唐花高级上。 不多时,那凤茶的女子悄无声息地进来,默默地收拾着茶盏。 六皇子淡淡地喊了一声。 素素。 被称作素素的女子垂首而立,态度极为恭敬。 殿下有何吩咐,一举一动间,再也不见半分妖娆,倒像是一块沉默的石头,或者一柄未出窍的刀。 六皇子对素素还是满意的,能放在这里的人本就至关重要。 素素是他精心培养的暗卫,忠诚是无疑的。 素素,你可记着,万一真有罗世子说的那一天,你就说你是他的人。 殿下,素素愕然,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神色,恭顺地听了一声识。 六皇子这才挥手。 好了,那就下去吧。 等素素人不见了,他双手交叉,叠在脑后,往后痒了痒,省不住笑了起来。 他已经有一些迫不及待的看罗世子焦头烂额的样子了,怎么办呢? 臭小子胆子倒是大,竟然敢直接提出让他顶高,叹他不吭死他。 到了第二日,一份情报就出现在六皇子桌案上,他手指不紧不慢地敲打着桌面,浏览着信上内容。 真的下令杀神的,当然不是赵飞去,他不过是哭闹了几回,他那一位孽儿女儿的未来岳母大神就忍不住动手了。 要说起来,这招借刀杀人倒是有意思,一点明洁禁师被迫嫁给他棺材铺的人家的小姑娘,寻短见太正常了。 要不是他那亲哥哥不甘心,恐怕谁都不会起疑,这比直接对付真静更好得多。 毕竟,真静是他宠妾,又怀着身孕,一旦出事彻查下去,总会查出蛛丝马迹的。 可谋害了一个小姑娘性命,只为了打压真静,替女儿真宠。 考虑不到他得得罪至少可热的罗舍子的风险,这就让人无言了。 六皇子揉了揉太阳穴,觉得脑仁有点疼。 他隐隐有一些后悔,当初为了能得到中宫皇后的支持,选了这么一个猪队友。 穆恩侯府的爵位是因为赵皇后才恩分的。 他家本是没有什么底蕴的报复人家。 当初的穆恩侯世子娶妻,真正的氏族是瞧不上他家的。 经过十几年的监营,现在虽然强了一些,可穆恩侯已经老了,新的世子还是个半大孩子。 没有男人的指点,他那位岳母大人目光短视一些,倒是可以理解。 六皇子目光落在另一行字上,已故的穆恩侯世子也就是他的乐章。 有一位侍妾,与三皇子妃是同族的姐妹。 那位侍妾虽然只是旁之,可三皇子妃出世后还求着主母去祭拜过。 这事若是放在平时自然没什么。 可偏偏他的岳母大人这一出手,若不是他和罗天成已经有了私交,恐怕就为自己设了一个极大的阻力。 他就不得不怀疑这起见的关系了。 六皇子冷笑一声,他的好三哥,发妻都还没有入土呢? 已经有精神算计他了。 他提笔写了四个银头小字,塞进腊碗里密封好,并按位送了储蓄。 罗天成收到那一张没有落款,写着将计就计的四颗字的小纸条时,翻到背面是一个三字。 瑞一琢磨就明白了三皇子的意思,恐怕那位表姑娘只能使自尽了。 他把温莫言请了过来。 狮子,太索妹妹的凶手,究竟是谁? 屋子里只有他们二人,门外有暗卫守着,罗天成直言道。 不知表兄是要问下手的人,还是问表姑娘的真正死? 下手的是谁? 圣妹真正的死因又是什么? 温莫言问这话时,觉得很沉重。 他已经有一种不妙的预感,罗天成轻叹一声。 这事儿,本不该对你讲。 但你是妙儿的表兄,我总要给你个交代。 表姑娘之死,和夺地有关。 只是两个字,温莫言,已经是惊悍欲绝。 多少人和这两个字沾边,落得个身手益处还是好的。 朝家灭门,那才是家族的千古罪人。 他固然是疼爱妹妹的。 可若是为了追查妹妹的死因,把整个家族葬送,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干。 温莫言铁青着脸,沉默了。 罗天成有一些欣慰,懂得怕就好,不然还真是麻烦。 表兄还想知道下手的人是谁吗? 沉默良久,温莫言摇头。 罗天成这一次有一些意外,他以为这个人,温莫言,竟然是想知道的。 温莫言看了罗天成差异的目光,自嘲一笑,压着嗓子道。 狮子小乌胆笑也好,懦弱也骂。 目前,我不必知道了。 说到这里,断了一下,才把那一番话说了出来。 但将来有一些,我有了那个能力,才请狮子告诉我。 他信不过自己,面对杀害妹妹的凶手时,会不会冲动地找人讨命。 他不怕死,他只怕他死了,连累的父亲母亲一起死。 罗天成笑了。 对,表兄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知道了,就来问。 把一直压在心头的疑问解开,温莫言才有一些懒然。 狮子太客气了,喊我名字就好。 说起来,他比罗天成还要小几岁,论身份地位更是天壤之别。 听对方一口一个表兄喊着,真有一些不自在。 你是妙儿的表兄,那自然也是我的表兄。 罗天成面色平静地道,温莫言震了震,随后露出几日来的第一个真诚的笑。 遇到世子,我真替二表妹高兴呢。 罗天成面上维持着云淡风轻的笑,心中却疯狂吐槽。 什么叫替角角高兴? 角角是他媳妇,用得着别人替他高兴吗? 果然,表哥什么的最讨厌啊。 三皇子妃下葬那一日,满城塑稿。 送并的队伍排起了长龙,最前头扛翻地已经到了山脚,最末尾穿着麻服的人才刚刚出城。 满城的百姓都在议论着这一场浩大的丧事。 而就在同一日,温雅齐的官就低调地出了城,在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悄悄埋了。 真妙见浇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走过去轻声劝解着。 罗天成不放心真妙,也跟了来。 他站在不远处,忽然皱了眉,往一处扫了扫。 那里站着一个青年男子,他探头往这边看着,似乎在瞅瞅要不要过来。 他认出了这青年是谁,抬脚走了过去道。 志诚,你怎么来了? 原来这人是韩志远的弟弟韩志诚。 当初韩志远托关系,把韩志诚送进了卫所当小厉。 临走前温雅涵托真妙照顾这位小叔。 真妙驾到果公府后,等二人渐渐熟悉了,便把此事对罗天成提了提。 罗天成想着真妙难得开一次口,那时候又有一个空闲,就寻了个机会见了这青年一次。 见他伶俐又不是厚道。 就在武城兵马寺给他安了个圈。 不过自打纳子后,就再也没有见过他,也不曾听闻他借着自己名号行什么事。 韩志诚有一些惊喜。 大人,大人竟还记得我。 罗天成抿了抿唇,韩志诚知道自己有一些失态,耳根微微红了,解释道。 非知听说,听说大嫂的妹妹过世了,就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 温雅琪是未出阁的小姑娘,又是狠死,根本不会办丧事,也不会报丧。 韩志诚论关系虽然不算远,却也没有知会他。 不过如今健安伯父表姑娘一事,闹得沸沸扬扬,他自然是听说了。 要是不知道也就罢了,知道了消息不来,他就觉得不好了。 只是真的来了,就觉得有一些唐突,这才愁出不前。 罗天成倒是对韩志诚信向不错,微微点头道。 跟我来吧。 骄士见了韩志诚,是有几分感动的,想到远在北历的长女,再想到方魂淼淼的次女。 悲从心来,又哭了起来,韩志诚手忙脚乱地劝,骄士竟缓解了不少。 乔治倒是以真妙和温莫言劝起来还要管用了,想来是有温雅汉的关系在内。 自此,韩志诚和温莫言的走动倒是勤了起来,这时后话添不提了。 温莫言早就在京城置办了一所宅子,虽然不大,却也有两进,骄士不想住在监安伯府里堵私人。 温莫言更是对住在谢烟阁里的那一位耿耿于怀,就把母亲接了出去。 这一次,温氏虽然极力劝阻,真妙却没有吭声。 谁都不能替谁过日子,不然到最后,日子定是没法过了。 谢烟阁这几日有一些安静,自打温雅琪死后,真妙却就有一些后怕起来。 他总算想明白,那是六皇子对他为何如此冷淡了? 一定是因为温雅琪意思,有真妙那个贱人在,会影响殿下和罗世子关系的缘故。 他想了想,对六皇子派来照料他的嬷嬷道。 我这几日肚子总是不舒服,你回去禀告一下殿下。 那嬷嬷一言去送信后,真妙心中有一些忐忑,他这次就是试探六皇子的。 若是六皇子对他真的不同,有几分真情实意在。 那么冷静了这几天,听闻他肚子不舒坦,总归是会有所表示的。 无论是送补品药材来,还是请太医来,至少要那一些伺候他的奴才看看,他还是六皇子最看重的人。 若是直接把送信的嬷嬷给挡了回来。 真妙有一些不敢想这种可能,也不甘心这么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